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全视角,我是橙子 很多明星之所以被称之为是明星 就是因为他们的一生都很励志 也很努力而且优秀 有太多太多值得观众们去追求和喜欢的优点品质了 给鼓励粉丝们一起进步 但一不小心知道了自己多年的偶像居然都是装出来的人设 甚至于私底下的品质完全没有办法被大众所接受 而那种一腔热血毁于一旦的感觉 恐怕真的是让常人无法理解啊 更别说是自己的父母了 从别人口中得知了这一切 想必心里面应该会更难受才对 今日的大瓜一个接着一个 随着罗志祥与周扬青分手的事件不断发酵 现在罗志祥的妈妈终于也站了出来 他称自己是从新闻上面得知的这一切 不难想象他看到新闻之后的震惊和难过 他的做法却很令人难以苟通 因为他在得知了儿子事迹之后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急忙地站出来 为自己的儿子抱不平 表示对于周扬青公开儿子的事情非常生计 称感情的事情不应该公开 周扬青这是想毁了罗志祥的前途 真的是不可失忆啊 罗志祥的妈妈得知了儿子的事迹之后 第一反应居然是斥责周扬青毁了儿子的前途 周扬青和罗志祥谈恋爱的时候 和罗妈妈的关系似乎是非常好的 平时他也会很用心地哄罗妈妈开心 没有结婚就已经管罗志祥的母亲叫做妈妈了 还各种做饭庆生示好 现在罗志祥的妈妈得知了此事之后 第一时间脑子里面却只有儿子的前途 气得周扬青分手之后 居然一点后路都没有留给儿子 直接就想要毁掉她的事业 对于这个儿媳妇往日的好 一点都没有在意 而罗志祥的妈妈得知了儿子事迹之后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斥责周扬青毁了儿子的前途 看到这样的消息 网友们表示自己也是惊呆了 纷纷留言是 真的是有其母必有妻子 父母能够带出什么样的孩子都是有渊源的 而母亲的价值观会直接影响孩子的三观 在罗志祥妈妈的眼里 可能只有维护孩子才是对的吧 他根本就没有看到因为他儿子的品行 所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不尊重 也不会感到羞愧 这就是一种极度自私的表现呢 他只爱他教养的儿子 也只关心儿子的前途 当母亲的孩子犯了错 不仅没有严厉的斥责的想法 反而是第一时间把责任推给了别人 父母想要偏抬孩子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并非是值得崇拜的母爱啊 长久一次只会让孩子一错再错 可能到现在为止 罗志祥也没有认为自己有错吧 他只是怪自己不够小心 让周扬青抓住了把柄 发现了他的秘密 所以他也永远不会改的 甚至可能都不会有暂时的收敛想法 然而罗志祥的妈妈得知了儿子事迹之后 第一反应居然是斥责周扬青 毁了儿子的前途 据台北消息 随着罗志祥与周扬青的分手事件不断发酵 有知情人士爆料称 罗志祥的妈妈对于周扬青公开首次儿子的仪式十分生气 称感情的事情不应该公开 然而周扬青这是想毁了儿子呀 而与罗志祥分手之后 周扬青直接在社交网站取关了罗志祥妈妈 据台北报道 罗志祥妈妈妈很生气 认为自己把周扬青当作是儿媳妇 没有想到现在分手之后 周扬青一点后路都不给儿子留 直接想要毁掉他的事业 据了解周扬青和罗志祥恋爱的时候 和罗妈妈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很会怒哄罗妈妈开心 没有结婚的时候 就是管小猪的母亲叫做妈妈了 还各种做饭庆生是好 有网友们认为 罗志祥的妈妈三观也有问题 自己儿子劈腿烂叫 不好好管教 还怪周扬青把真相揭露出来 也太妈宝了吧 据悉 在今年1月份分手前 周扬青和罗志祥本来已经买好了婚房 都已经进入了婚事筹备阶段了 现在看来幸亏没有结成 就算结婚了 罗志祥还是会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而周扬青还得负责当保姆一样的伺候他妈 分手是对的 罗志祥不配 然而大家都记得 周扬青和罗志祥的妈妈 过去关系很不错 俩还经常一起合影 一起喝下午茶 堪称是婆媳关系的典范了 可现如今 罗志祥和周扬青分手了 女方大爆猛料 让罗志祥的人设崩塌 很多人不能够理解 周扬青之前和罗志祥的妈妈关系那么好 为什么现在不能够考虑一下婆婆的感受呢 放罗志祥一麻 然而罗志祥的妈妈最近很难过 本来自己有一个优秀的儿子 是亚洲五王 还在内地找了一个富二代女友周扬青 可以说是实现了人生巅峰了 最关键的是 罗妈妈和周扬青的关系也非常好 周扬青虽然没有过门 但是管他叫妈妈了 而这一次罗志祥出了事情 罗妈妈心里面当然是也很愧疚 自己没有交好儿子 可是他对于周扬青的做法也很不满意 感情的事情出了问题可以私底下解决 尤其是之前大安的关系这么好 现在突然间就撕破脸 让罗妈妈无法接受 再说了周扬青之前和罗妈妈的感情那么好 现在公开了罗志祥的丑闻 其实也是等于打了罗妈妈的脸 而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罗妈妈的感受呢 如果发现了罗志祥和女生有染 完全可以先告诉罗妈妈 让他对儿子严加管教 以罗志祥的孝顺肯定是听妈妈的话的 其实如今闹成这样 谁都不是赢家 罗志祥当然也输了 毕竟他的确是犯了错 而周扬青看似赢了 可是这么多石锤放出来 以后哪个男生敢娶他呢 一旦犯了错就万劫不复 很多女生都是支持周扬青的 但是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 有的时候手腕柔和一些 不一定就是认走 软刀子更有力量 其实周扬青手上有很多石锤 为了顾及小猪的面子并没有说出来 而小猪当时也是求他不要曝光 称自己家人身体不好 可能受不了这些舆论新闻 然而周扬青收到了很多辱骂他的私信 似乎有些惹恼了他 而阳青表示这种程度的辱骂很过分了 而罗志祥也只好是再一次发声道歉 可能也是怕他手下再爆料 现在的粉丝未免也太偏激了 小猪自己都主动道歉了 粉丝还是在攻击周扬青 而前有毛小彤发现男友陈祥出轨 而深夜搬家 后续也有李宇童多次放出猛料 垂了穴之前 现在的周扬青也是一个网红 有自己的实力 而这些女明星在面对感情问题的时候 果断又有智慧指着女孩子们去学习 早前大家还觉得周扬青是觉得小猪有钱 才在一起的 其实周扬青自己有服装店 并不会为了钱而恋爱 而这一次买婚房的事情也看得出来 她是一个有主见而且有钱的女生 小猪近期也有一些综艺合作 比如说女团选秀节目《创造营》 《极限挑战》这几场节目都受到了影响 网友们对于节目喊话要求辞退了小猪 然而创造营有100多位女生 怕姑娘们遭到小猪的小害 还表示这条中的男人帮再也不完整了 本来应该作为主持人上节目的 路透也没有发现小猪的隐私 或许已经被辞退了吧 罗志强的这一次曝光事件说明了 艺人们需要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不然就会失去粉丝们的支持 他出道其实也很不容易 早些年出歌演戏都没有太大的水花 后来作为主持人卖力的搞笑 把动物放在自己的头上 也还在努力的微笑 但这件事情会让小猪失去了所有的支持 可见明星要有好的作品 还要有好的形象啊 当初周扬青和罗志强在一起的时候 网友们并不看好这一对恋情 在网友们眼中 周扬青不过是一个想上位的网红 随后因为整容而被网友们诟病 但是周扬青却凭借着自己的性格 和罗志强的感情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周扬青还因为观想懂事 深得罗妈妈的喜欢 而且是罗志强唯一公开的女友 平时还会和小猪的妈妈十分互动有爱 虽然周扬青是富家千金 但她却十分的独立 多年来一直都是专心自己的服装行业 收入更是不沦塞于明星 据悉高达了上千万呢 和罗志强在一起 可以说是罗志强高攀了她呢 可是两人在一起九年 周扬青是一个很痴情的女孩 在网友们眼中是无可挑剔的 所以这一次的分手 大家是更加心疼周扬青了 女人一旦怨恨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尤其是一个有着强大实力的女人 并且在她身边九年 对小猪支根支底的女人 所以小猪的做法非常理智 第一时间选择了道歉 但是想凭借着单纯的道歉 就获得原谅 你们觉得可行吗 九年的青春年华 九年的爱与恨啊 道歉如果没有用 那么小猪是否会采取互私 意或者是沉默呢 将决定事情的最终走向 接下来的瓜会越来越精彩的 周扬青曾经进行回应 我如果想毁掉她 绝对不是只做到这一步 的确是 如果她真的想报复 不必等到这一时候 只有片言片语 没有更多的爆料 只是想提醒更多的女孩子 不要再上当 有错吗 没有啊 反而是一种善良的行为 而罗志强道歉不难 蝴蝶姐姐也如此 难的是 我们能否从这件事情中 吸取教训 偶像不是神 不要不变是非的去追寻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 完美人设背后 都是一地的鸡毛 以及不堪入目 真相爆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是大呼 三观敬悔 对此粉丝会心疼 会说很可惜 但其实艺人 一直都在更新换代 事实上罗志强 绝对不止这一个 以后还会有千千万万个 要粉也要粉 真正值得的那个人 作为家长 更需要正确的引导孩子 而不是去纵容孩子 如果穷极一生 就是把他培养成一个巨婴 意义又何在呢 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 就要帮他树立正确的三观 这是家长的责任 学艺要先学做人 不懂做人迟早会崩塌的 回到罗志强妈妈的问题上 如果换成是你的女儿 被欺骗了九年 你还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至于罗志强今天的处境 他不是被毁的 是自毁的 而毁灭的源头 站在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 他若再不吸取教训 只知道指责他人 他摔跤还会摔得更多 摔得更猛 那个时候 我们只能说是 自作孽不可活了 一切都是咎由之取 一切都是有因果 埋怨不得任何人 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就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 去指责别人